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这边就讲到公司的那份身家 OK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注解 非常优秀的公司 equity 这个股东基金会增加的很快 这个也是帮我们制作这张图的Samuel老师 他自己做了一个remark 好 公司的equity会一直增加 非常优秀的公司 他的equity会增加很快 这边就会牵涉到ROE的问题 各位同学 是的 ROE有没有机会超过双位数字 甚至能够保持在15%每年 对吗 这样子的公司 他的投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剩下来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偏低便宜的时候 加盟到这些公司里面 对吗 价值投资 你除了懂得看 好还是不好 剩下来就是贵还是便宜 那我们今晚不讨论贵还是便宜先 没有时间了 先将这个东西讲完先 所以你看是不是又将我们反复强调的 Grandpa的学员们呢 你看其实我们在这个归纳里面 将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些 基本面选股的这些重点要素呢 在不同的财报的位置 重新帮你凸显出来 So 是蛮多一下子的 那陈建老师我自己都用了好多年 才叫做真正明白这个东西 So 现在你们太幸福了 对吗 So 就我刚刚讲了一番以为自己很伟大的话 可以让大家可以像接受阳光 这样子公平的接受这些东西 想起来现在有点不平衡 我自己都用了这么多年才能够get的到 你们这么容易就可以免费的这个上网 就听得到 哎呀 真的是我觉得便宜了 便宜了你们 尤其是那些又不点赞 啊 又不like我的page 又没有在我的陈建老师的那个facebook page那边 给5 star的那个recommendation的 啊 我不要学费啊 我不要你们买value farm 我不要你们买那个官拍的BS课程 我只是要点赞分享跟这个5 star recommendation 罢了啊 很多朋友都不肯给了啊 东西又学完了 然后不肯给嗯 真的是在YouTube看的那些呢 很多看了之后呢 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啊 哎呀 我看到我的这个YouTube的视频上面是 有40多percent的人是没有subscribe的 哎 OK So 哎 发发牢骚发了啊 发发牢骚 好 继续继续啊 牢骚发完了没有事了没有事就继续讲了啊 嗯 OK So 我们再来啊 这个股东基金这边呢 哎呀 原来还可以 我们放大它 还可以再拆小一点 股东基金这边呢 还可以再拆小一点的 当然这个拆小一点呢 它的 我就不打算再摊 就是再摊开讲到很厉害了啊 So 这个是share capital 第一个 share capital呢 是上市的时候筹集到的钱 这个是IPO的时候筹回来的钱 IPO所筹集的资金 IPO的时候筹到的 啊 那当然呢 还有另外的呢 库存股 treasury share 库存股 如果它有share buyback的话呢 它就会有库存股 如果有share buyback就会有库存股 也会放在这边啊 OK reserve 啊 这边还有剩下来呢 这个就是老本了 retain profit 未分配利润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 派不派的true dividend呢 就看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了 嗯 so 还有另外的一些reserve 还有另外的一些储备金 那个东西啊 我不展开先 主要我们接触到的是这几个东西 什么等一下又有一些warrant的reserve啊 那些 我们不理它先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整张图里面 啦 现金流在中间的 还是我们回到现金流这个中间的地方啊 yes 我们再从现金流的变化里面讲一讲 刚刚比较好的解释了 如果公司 有生意做有赚钱 然后呢 营运活动现金流是正数的 它就会收进来公司的这个 银行户口里面 这个是正流入啊 这是正流入 如果是公司的这个啊 脱售资产 中间的这个investing activities 中间这个脱售资产的这个项目呢 我来画一画啊 它卖资产 跟买资产 添购跟这个脱售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东西 固定资产项目 so cash flow statement的第一个 operating activities 它主要影响的是那个current asset 它主要影响的是流动资产 收不收得到现金回来 然后这个投资活动的现金流 它主要影响的是固定资产 就是noncurrent asset 包括长期投资啊的那些啊 地皮啊工厂啊 它通通都是这个固定资产的项目 对吗 so这边呢我们也不展开讲 so我将它删掉先 就highlight一下给大家看 它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 三分报表之间的关系嘛 现在我们就讲它分别影响哪个 哪个位置 对吗 ok 那么再来呢 下面这里 融资活动的现金流呢 好 这边也要讲一讲啊 如果公司融了钱回来 如果公司 再换一个颜色啊 它融到了钱回来 either是透过举债 或者蒸发股票 蒸发股票这边就会有 比如很多朋友讨厌的private placement啊 对吗 其实也不需要完全讨厌啊 凡事有两面的 啊 power placement 或者是二次上市 dual listing 啊马来西亚上市 新加坡双变上市的那种啊 在这边呢 啊rise issue 附加股 rise issue 什么那个啊 preference share 都是在这边来的了 增发股票 增发股票 举债就是债券 bone 或者是什么loan stock的那种啊 那这个东西一旦融得到钱回来的话呢 他融了的钱啊 钱去哪里 钱进去哪里 钱会进来这边 看得到吗 我再写清楚一点啊 如果他在这个地方 融资了新的资金回来 他就会进入这个银行户头里面 变成公司的流动资产 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就觉得 如果他分了dividend出去 然后迟一点又发股票 要筹集资金回来 那这里面就好像很多鱼 对吗 又进又出这样子 你会想到谁啊 亚洲航空之前做过的事情 对吗 亚洲航空他卖掉了他的飞机 ok so 脱售资产 刚刚 其实刚刚的那个现金流这边啊 ok啦 我们来试一下 告诉一下大家之前 亚洲航空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ok 亚洲航空之前卖掉他的飞机 然后卖掉他的飞机之后呢 属于脱售资产 现金流就增加了 增加了这个资产之后呢 他就进了这个 公司的银行户头 然后他又透过派息的方法呢 他又分红 然后令到这个公司的这个现金呢 就分出去了 对吗 分红 就现在换了 他又出去了 然后现在呢又说 哎呀 遇到COVID-19 钱不够用哦 早知道不要分这些钱出去啊 当然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COVID-19的啊 ok 那么因为他之前将这些钱分出去了 现在他又要融资又要 发附加股私下配售 又要重新筹集一笔资金 重新加回进去这个公司的那个 那个 呃 现金里面 对吗 so 这个就是 他有趣的地方 啊 啊 so 进进出出这样子 啊 当然我们重新回来啊 不要讲亚洲航空先了啊 我们先又全部将它删掉 好 如果我们融资成功的话呢 我们会拿到一笔钱进入公司的现金 但是同时因为你借了钱 你的负债 哎不要忘记这个 你的总负债也会加到 对吗 so 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的 啊 对不起这个是 这个是债务啊 举债才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发股票的话呢 发股票你的现金 你的现金也增加 银行的现金也增加 但是呢 同时你的股东基金这边呢 也增加 因为你发了新的股票 你的shareholder fund会变大 这个就是它的现金 怎么样又流进去 又流出来 然后分别影响你的资产负债表的 哪一个item 嗯 是的 好 那基本上我们将这个 公司的三份报表的综合关系呢 就 表达了一次给大家看了 嗯 so然后呢 在这一张图 因为我手写的啊 之前呢是我们的学员呢 他另外自己画下来的啊 那这位帮我们做总结的 Samuel老师啊 那他就用最后一句话来做这个总结啊 他就用了这个穷88-88 以前那本rich debt poor debt这本书里面 对于这个 我们所投资的那个 就是我们 怎么样从投资者的角度去看待资产跟负债 因为会计角度呢 你值钱的东西就是资产了 但是投资的角度呢 未必的啊 那会计的角度最最直接了当的就是 呃一辆汽车 他是资产 但是投资的角度呢 我们一般人 一般人买的车都是贬值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买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每年贬值 还会需要我们每天的打油啊 修理啊 停车费啊 对不对啊 会有很多的这些 令到我们现金流出的 这个事情发生 如果一样东西令到我们的现金一直流出的话呢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 我们要generate到正现金流的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资产 so当然如果你是拿这辆车去做生意对吗 去拉客人的能来产生收入的那个另当别论 啊就是希望大家更清楚的可以分啊 区分清楚 我们如果想财务状况越来越健康的话 我们是需要越来越多这些能够为我们产生 正流入的现金流的状态的东西啊 那么股票啊Samuel同学的总结 就是利用《穷88-88》这本书里面讲到的 我们同样看回那个公司 我们投资的对象 如果这个公司他没有办法产生现金流 令到我们看到啊 这个图表里面的operating activities一直增加 公司的现金一直增加 对不对 然后有派息 如果他没有办法一直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那很可能这个公司他就不是一个好的资产 或者这个股票他就不是一个好的资产 他也同时呼应回去段永平先生讲的那一 那句话啊 so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未来现金流 so 我们今晚将一个生意他能够赚钱之后 他的现金流三份报表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股价上升 或者是分红派息 dividend 这个关系 虽然我的字写的相当的丑 但是 我对刚刚的讲解呢 比较满意了 陈建老师自己这一个星期自己收获了 前两个星期我都 我都拒收前两个星期我们呢 等一下又数据有问题啊 等一下这个讲解的时候 因为这个被打断了啊 所以就我剪片也是剪得非常痛苦啊 前两个星期的内容 那这个星期呢 我们讲解内容呢 就直接了当了啊 虽然中间还是不小心 插了一些这些油花源的话进来 但是今晚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教学任务呢 完成了 也就是说在 帮助我们马来西亚的投资者们 向价值投资这个方向迈进 在你了解了就你没有做过生意 你不知道这个现金怎么回事 你又或者没有学过会计 你又不是很明白这个 这个我投资的那个公司 他他赚了钱就在账目上面是怎么样变化的 那我们将这个关系呢 今晚呢就一举将他击破了 攻破了这一关的话呢 你的对于价值投资的那个理解程度呢 应该就是就是这张图就是我希望一个烙印 这样子印进去你的脑海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你买股票啊 如果那个公司收不到钱的 买来做什么 对吗 他们有dividend派的哦 然后他还可能要举债来周转 或者是发行股票来冲淡你的股权 然后来维持公司的那个营运 对不对 so 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就是直接你只是赚钱 然后收得到钱 最好不需要什么太多的那个investment啊 投资啊 不需要太多啊 那些融资不要借钱啊 最好不要借钱 哇 你越干净的话 你越容易分析 ok so 当你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又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less is more 对吗 真的是越简单越好的投资对象 so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财务报表的讲解里面呢 算是这个最后完整的一块拼图就拼上去了啊 所以我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今晚还没有超时 能够在10点钟之前讲完 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啊 所以不懂同学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好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 可以看看这个 大家留言先啊 当然同学们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分享的话 记得每个星期都来support一下我们就很高兴的啦